感谢神 祢赐给我们一本 祢自己的话 告诉我们 我们这些人 在地上应该按照祢的话去行 主啊我们感谢祢 祢赐给我们的圣经 让我们有准则 有方向 要活的 要靠着祢的话来活 主啊 我们感谢祢的引导跟代理 祢用祢的话 常常向我显现 特别借着圣灵 引导我该走的路 我感恩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今天要来讲圣经的故事 这个圣经的故事 在这里头我们知道 主耶稣有讲 人活着 不是单靠事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所以耶稣说 那 我的事物 是遵行 拆我来这支意 做成祂的工 这里头我们看约翰第四章三十四节 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信读者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教寿神人得意完全 以悲心各样的善事 听目到后书 三章四六节到十七节 所以 叫人活着的是灵 而若起是无益的 所以主耶稣说 我对你们所说话 是灵 是生命 感谢神的大脸 免时我从得救了以后 我就学习来读神的话 就是圣经 神丰富的恩典 祂奇妙 祂的奥秘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头 所以 我想 我们从圣经里头 可以得到亮光 可以让我们化胆一生 所以感谢神 在我十五岁得救了以后 我就学习来天天早上灵修 读圣经 神的话就引导教训读者 发出亮光 使我们更加知道神的心意 而且明白改做的事 所以圣经可以改变一个人 泛滥一心 从旧的那个个性 变成一个新的样式 就是像耶稣基督的样式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 所以 我相信 我们得到宝靴的洗净以后 神的灵 就进入我们里面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属灵的智慧 那明保明白神一切的奥秘 所以我们信的人要来依靠神 信的人要来依靠神 那我们若是真正来遵心神的话 我们内心就极其的平静 我们内心就极其的平静 极其的安宁 按照神的话去做 就会过一个非常蒙恩的一种生活 那我在这里头 开始就读神经 我记得头一年 我没有那么准确的每一天读神经 有时候早上起来要弹琴 晚上又要练声 工作又非常急 所以我没有好好的读神经 直到 我没有办法弹琴了 我妈妈跟我没有钱给我弹琴了 我这个表姐给我钱去弹琴 那我那时候就改变我的样式了 我每一次在弹琴之间我会祷告 神啊感谢你给我弹琴 从此以后 弹好可以侍奉你 那可以侍奉你 是我嘴巴是这么说 我就是以为我在教会里头 可以唱赞美诗 可以好好的那个帮助弹琴 有一次的陪琴会里面 很多人都奉献 我常常讲啊 我是不受感动的 因为自己的贪爱跟嗜好太多 自己的意见跟想法太多 没有办法顺服神的灵 所以我就要奉献全心献给神 我也没有办法 那一半给神差不多 开始也是没有办法 我就想着想到想去都没有什么时间献给神 我就想那好 我就每一天早上啊 差不多半个钟头的时候啊 要献给神 其实是我自己灵修啦 最灵修 那这个 我又不敢上台去讲 我叫我姐姐去讲 那时很小 我姐姐想 我们这个组里头啊 有一个人 他奉献啊 早上啊 一点点时间 来给神 就是灵修时间 虽然是这样呢 再来看这个不是奉献 是你自己跟神讲话 但是我已经讲定 我已经说出了我要什么 我就要实行我的落言 所以从那个时候呢 我就真的每一天早上 就奉献这个时间来读圣经 我在我们的楼上 我自己一备个桌子 在那 就好好的读圣经 从此以后呢 我就天天来读圣经 每个月读圣经 年年读圣经 这一下就是变成 神跟我连接了我听神的话 天天去找神 所以这个经年书说 天天在我门框旁边 等候我的内能有福 真是天天天天 这是神的眷顾帮助 所以也就是这样 我跟神连接 相会 听祂的话 遵行祂的意思 心里都有神的话 谁也很会讲神的话 感谢神的恩典 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 我去鼓浪一读书 我也是教会学校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 我在那里领休 一个台湾人 带一个日本兵来 我们就觉得好奇怪 他说今天宣布 学校给接管了 每一个人要预备好 要重新另外开学 那你们都要先去一个地方 听他们宣告 那男后呢 就叫你们回去再回去 他那一天 我们真的就去那个 不爱医院 那个意思叫不爱 是日本医院 去那边听他们宣布 今天日本向美国宣战 其实是打了珍珠港 也是打珍珠港 好了 所有这个 在所有的租界 日本人都管了 学校也都管了 那我们还有几个 技术的学生在学校里头 哎呀 很害怕 很害怕 我们都 所有的人都睡在一个房间里 一个大房间里面 就这样做 那听他说什么时候 叫我们走 那第二天我们起来 他就宣告 你们 离开这个学校 只能带你们的衣服 一本书都不能带 一本书都不能带 我们就好着急 一本书都不能带那种班 我们读书的人都是书 我从家里带了好多小孙 去学校看 好多好多 大家的书就拿出来丢在那个地方 他是晚上 我们从这个墙扔过墙 扔过墙 是别人的院子 那我们就扔过去 那出去以后 不带书出去 那我们以后再弯到这个后院 院子里头 来捡你自己的书 大家拿自己的书 不要拿别人的书 从这里扔过去 一个晚上给我们扔了非常多的书 过去 扔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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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一本扎新的圣经 新就业的 很好讲好 没有人要 放在旁边 没有人要 我的东西也扔过去 我的书也扔过去 但是我看那个 扎新的那个新就业 好喜怒 这边丢了的好可惜 我又给他扔过去 我都神的眼睛都擦看 我扔的 我自己的小说没有扔过去 把圣经扔过去 你神知道 与神的眼睛辨察全地 要施恩给他那个 来向他宣慈爱的 所以我看我扔这本圣经 一定神很高兴 从此以后我就看了一本圣经 新清新很漂亮 很好看 刚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神 那或者 我就开始学习 要奉献给神 那奉献给神 怎么办呢 神要招我 所以十八岁神就招我 一直早上到二十岁我才奉献 二十岁奉献以后了 我就有一个转将 我现在要开始跟从神 所以我就中午加上去 五岁之前看一篇风魔感泉 那晚上来做功课 做功课做功课 有圣的时间看参考书 我自撞 或是一些 专记 我就用三个时间 一边读音乐 一边读圣的话 所以我开始 在家里读圣经 写笔记 没有什么人管 可是我到上海 音乐宴的时候 就风声比较紧 我跟你讲 我是最早睡的一个人 我经常讲过 我是最早睡的 九点钟就上船 九点半就睡觉 这是学校规定的 九点半灯就关起来 不要再给你弹琴了 因为早上六点钟 大家就坐在钢琴旁边 一敲动 一百家钢琴一起响 你看那个耳朵会整得不得了 喇叭响 鼓流响 唱歌的 大家都开始唱歌 以前的学生非常努力 不像我们现在 爱唱不爱唱的 我们很用功 那这样操 这个神经会操壞掉 你说是不是 没有一个人 知道谁唱歌唱好 除了演表演 还有一个是考试 不然哪一个晓得你唱的好 乱唱一唱 就乱乱的 所以我们很早 我头一个就睡觉 可是我头一个起来 学校里头很早 我就起来 我就写那个 写笔记 唱歌 在那 看圣经 上海要好冷好冷 我看我一辈子最冷还是在上海 学校的冷气也不够 外面又下雪 这个玻璃窗都是风冰 你看房子里面冷得不得了 哇 我就觉得非常冷非常冷 大概我的背也是不够或是怎么回事 好冷好冷 早上起来更冷 墙壁 晚上那个火炉湿了 我们的火炉湿用碳 碳给他烧一壶在房间里 天亮起来好冷好 我就在那写 风声再紧一点 我跑到那个琴房里头去看圣经 琴房里头是一家钢琴 一个桌子 一个凳子 没有了 我就在那看圣经 有一天县长到处走来走去 不晓得他怎么会晓得我在琴房看圣经 他还掀开 杨夕飞你看什么书 就走了 他也不在想 我也不理他 我看书跟他没关系 但是已经风声传了 因为我们的团聚二十多个人 很多人来信主 所以他查出我 早上那么早 看圣经 但因此在学校里头 我们二十个人交通 每一天晚上都交通 好像做家庭礼拜 礼拜六大家回去 礼拜天大家来交通 他们心里的事 学校就传出去 杨夕飞信主带了一大堆人 所以在正反运动的时候 我就被斗争了 正反运动写那个口号 脚弯过正 过正 脚弯就是完 做完的时候 那个图皮图啊 过正 也要弯一点进去 那个图一烧起来刚刚好 叫做脚弯过正 脚弯过正就是 这个弯啊 给它一哭起来的时候 要进去一点 以后开起来刚刚好 你脚弯过正 言者无罪 你随便讲都是无罪的 我一看啊 我吓一跳 圣经是说 你的闲话 句句都要共出来 可是人是说 严者无罪 你随便说都没罪 你看 查太远了 实在是 查太远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人啊 还是要靠神的话 在这里头啊 我到上海音乐宴的时候 第二年就去土改 全校下去土改 因为土改的人太少了 不够 全国土改不够 派我们下去 那我也去土改 那我去土改 安徽啊 非常能非常能 下大学 下大学大概一次 你看 这么高的学 那我早上要领修怎么办 大家都揪在被窝里头 我就快点去 因为我怕等一下有事情 不能领修 对对 那我又奉献早上一个 一个时间给神 所以我就起来 先烧水 替他们烧一锅 满满大锅的水 那我自己也洗洗脸弄弄 那我就到野外去 把那个 学烧一下 就坐那看圣经 因为下雪还一片白 因为雾气非常多 所以太阳变成红的 就太阳红冬冬就这样升上来 真是一下美景啊 美得不得了 太阳变成红的 我的杠比水又不能吃水 我就啊 学家啊 靠着我的口 再来看圣经 同学啊老师都很 比较迟一点起来 我就闲起来 我就再来看圣经 每天早上就看 那大家都知道我早上起来看圣经 这么一个虔诚的人 我这个教授跑来 摆在我的肩膀 黄西飞啊 你用这个精神啊 去读马列主义 你会成了不得了的人物 我给他回头一看 你说会不会成了不得了的人物啊 不会了 其实看圣经才是最要紧 所以我就觉得啊 神啊 祂的话 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力量 我没有靠着祂 我会走歪 也会不好掉 所以回去了 我就给斗争了 其实我也是很 我是很一昧的 他们要叫我上去讲土改以后的感想 其实我不去讲也可以 我就去讲 跟人家斗啊 斗得不得了 年斗一天半 那正好就是他们预备好 在这个里头攻击我 那主要是要把什么 我那个团契给他解散掉 这样 二十多个人 所以这里头啊 我们看见 很不容易呢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 虽然是这样呢 但是 我还是依靠神 有一天啊 突然把我所有的书给我拿走 我又不懂 为什么要把我的书都拿走 来看我的桌子 以前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 不大港 那以前在学校 就统统拿掉 我说这个圣经我要看 我天天要看 有一本风魔肝卷我要看 我就留圣经跟风魔肝卷 其他圣经都给他们拿去 他们不想拿去哪里 大概他们拿去就 让我不看 可是让我不接人家看 从哪里拿去 他 这个事情也经过了 我土改给人家斗 给我关在学校一个月 不准我出门 我自己也很张心喔 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是怎么样 很张心喔 小的时候又爱哭 我就哭 那实在是 那不是神念念 统统给我拿去 那过一段时间呢 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 要我们去整理卫生 那个时候校长啊 太太是人事科 他叫我们这个宿舍的人 去他房间里头 去整理卫生 我在那房间 哎呀 我的书都在这里 我说院长这个书都是我的 这个书是我的 他说你的书是你的 你就抱回去吧 我就统统给他抱回来 就做一个爱国卫生 把我的书统统抱回来 那感谢神 学校也不是对我非常严格 但是我在尽我的力量 来给做得好好的 所以我在学校里 因着我这个 每一个吃饭的时候都祷告 上厅啊 几百人一起吃嘛 看见我在那祷告 那礼拜天 我就拿着圣经啊 出去外面做礼拜 那团契解散了以后了 我仍然是这样 所以在学校里头 因作相信神 没有办法什么 没有办法好好的 可以留在学校 不然我成绩很好 是完全可以留下 我们学校的同学 联名啊 要留我做助教 因为我把很坏的同学 教的成绩非常高 拿着不及格的 给我教一个学期 变成成绩最高的一个 那这个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觉得这个基督徒啊 因为相信神 虽然人不认识你 可是神要给你在那里 得到很大的荣耀 我跟人家斗争 没有一个人要跟我讲话 同学不跟我讲话 他们看见我就避开 你会觉得很难过吧 除了工友 他也不懂得什么 就跟我讲你好你好 你找你你找 就这样 没有人敢跟我讲话 好像瘟疫一样的 可是神黏绵我 今天要斗着最厉害的人 跟着一个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一时他们给我讲的 成绩也给我很高 还有我那一年副校长给我两次讲 所以我们还是为着神而读书 而不是为着读书而读书 要荣耀神来做 所以这个圣经啊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宝贝 我看到一生啊 一直看着这个圣经而长大的 从小 然后我就回来在家里头读圣经 那就很方便了 没有人管我 也没有人讲我 我回来在家里 那我为什么回来 我跟你讲啊 我那个时候要回来 就是文化集齐图 去那个通告通宵 通告通宵 我们整队的人下去 分配在每一个村里头 搞通告通宵 通告通宵实在是一种很大的 愧疾 叫农民啊 你们把你们的收来的粮食 通通报出来 好的人啊 要表扬啊 要奖励啊 要给奖啊 这样 那农民呢 又不懂得我们的心意 要把他们的 捅够的东西 他们的米是多少 有的人报的非常多 就大表扬了 开表彰大会 把那个鞋啊 鞋的一个墙壁满满的 他们越鞋越高 越鞋越高 其实没有那么高 那他们不懂的 假报粮食 好了 报完了 以后 好 就开大会 你们 剩的粮食 一年的粮食 留起来 剩的粮食 卖给国家 好了 农民 眼上都黑掉 什么 买他们粮食啊 把他们全部的粮食拿走 哇 我看我一辈子也没有给农民 这么生气过 我跟他坐一个船 他不跟我坐一起 我坐船头 他坐船尾 我再去坐船尾 他跑来坐船头 不跟你们这干部在一起 那我去那边 去住在哪里 住在农民家 跟他们一起吃饭 我就祷告 我跟你讲啊 我那个同事说 你神来的干部 你这样随便祷告 你不得了啊 我还是劝你不要祷告 不要祷告 不要这样行事祷告 我照样祷告 怎么不能祷告 我叫你祷告 他说我跟你讲 你再祷告 我要报告组长 组长也告诉科长 那你要受处理的 我就读圣经 读了那个圣经节 主耶稣说 主啊 求你救我脱离这个世界 我所有的读书是为着工作 工作就是为着赚钱 家那么穷 我每一个月都要寄很多钱回家 我的薪水都要寄回家 那没办法了 他就想 好 你再祷告 对不起 我要去跟科长讲 好了 他真的去汇报了 我再祷告 我们的组长就来讲 好 你把行李带回杭州 不要你在这儿 我去祷告没有工作 你回去 我想我接下来 会给他们斗得不得了 真的会给他们斗 那我就 心里捆起来 他叫我回去 农民不跟我们住一起啊 我坐船头 他坐船尾 我坐船尾 我坐船尾 跟他们在一起 他跑来船头 他看我们像个什么人 因为我们把他粮食给他 都买走了 他们吸爆 变成他们家没有粮食 你看这样子 其实也是很可怜 好了 我就回去了 以后我从杭州就回到小门 所以 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我是仍然依靠神 那我回到家里头 来传道这个时间 有五年的时间 我看圣经啊 有什么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有一天 我这个 讲在前头就好了 就有一天 教会的长者 就来告诉我们要开会 那次开会是 在那个青年会 很大的礼堂 集中所有的弟兄姐妹 来参加三十个星 就是那一次会 那我呢 那我呢 我想的我们 我那个时候没有在教会 我已经退出来一年 七五年我没有在教会工作了 我看越来越不 不像 不像 不像个教会 我就退出来自己在我家里 那我在家里做什么 就谈情 祷告 有时候个别讲道 我在家里 我去参加三十个星开会 那我就不去 他一共来请我十次 长老 牧师 传道 还有青年会 还有以后呢 变成 变成统战部 统战部里头 还有三十个星都来请 我看到前后请我的有十次 最后一次是我在家里头 大概他们汽车台来 二十多个牧师跟传道 来请我 那你要去参加集会 我突然来 排凳子给他们做都还没有排好了 我就坐下来 他说我们要来请你开会 你都没有去 统战部也来 请三十个星委员也来请 什么人都来请你都还没有去 我们今天又来请 你要不要去 我刚刚就坐下凳子开 爬好坐下去 他问这个 你要不要去 我说我又不是你的牧师 又不是你的传道 又不是参加你们任何聚会 那所以我不必要去吧 好 全部走掉 都话没讲 都话没讲 哎哟 这次 回去 大概是汽车来汽车回去 开会三天了 哇 最后一个没有到 气得不得了啊 开大会 他们在那 我天天都听着他们 今天奖励什么 明天奖励 今天每一个人写一张大字报 那个时候时髦写大字报 三百个人 一个人三四张大字报 我的大字报有三千之上啊 一个人大字报 那个雪大字报 哇 涂得满墙壁啊 连地上都涂 床部上涂 涂什么 涂都满满的 嗯 开三天会 专门骂我 人家直接 包括有家里什么 有家里 擦死也难非要 什么什么都这样 哎呀 我都没办法了 嗯 我就在家里等了 嗯 好 一个月开会完 大家都参加了 一张一张的大字报 跌跌跌跌跌 还没有识破 准准跌跌好 放给我们派出所 我们派出所要开我的大会 你晓得 他把那一张大字报 从派出所一直贴贴贴贴 贴到我那个家里头的大门 我也不敢识 让他去贴 沿街街一贴贴贴贴 这个派出所 派出所楼下贴 楼上也贴 啊 大字报出啊 保子也出 所以 兄弟多坏多坏 一下啊 开斗争会 开斗争会 开的一个晚上啊 围着大家出来凉风嘛 七月份啊 很热很热 老太婆拿着风扇满街上走 因为他们家黑屋里头 又没有电风扇 也没电灯 就在看着 有没有 喂 报纸出上千之人斗争我 哇 我说抓我 越抓越出名 其实我本来很小 叫人家谈情耳语啦 直接一下出了全厦门就知道我了 哎呀 我讲的多坏 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坏嘛 我就是信主啊 传道嘛 还有什么 不参加 为什么不参加 那我当然不敢参加了 参加下去不得了 跟不信的联合建议教会是错误了 所以啦 我就 过一阵子我就抓去关了 抓在建议里面关 其实那一天啊 神就告诉我 我在开这个抽屉之后 有一本英文圣经 一本英文字典 还有一个丰摩冠权 我没有拿 神说你拿上去 其实我能拿上去就好了 我跟妈妈两个人啊 讲好了 我有这一段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我做很多的准备 我说我去的时候啊 你要把那个圣经啊 放在包裹 一张一张寄给我 我就有圣经卡 是这样 我妈妈真的照我的话 每一次包裹来 包裹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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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来 遗憾不一 所以我就变成 每一个月都有寄圣经来 我妈妈把那个遗憾 就一张一张寄 寄到耶汉福音二十一张 非常感恩 我就放在我的袋子里头 去上山砍财 我有空我就拿去看 旁边没有人 可是中午休息的时候呢 我就拿那个报纸 好像在看报纸 其实里面有一份耶汉福音第二张 每一天都换一张 我有个小小的包 放袋子里头 就拿一张去就是了 所以不是晚上看 就是早上看 是中午看 有空的时间看 我照样每一天都看圣经 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呢 去我那个劳改队里头 我们那个地方是做庄挖场 我们换很多很多庄 很多劳改的农场 那我那个时候是做庄挖 很奇怪那一天啊 我隔壁这个人生病 那那个弟兄啊 怎么跑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们那个近处啊 都是汽车很多硬装 硬瓦片出去 那很大很大 控制不了 对很多人跑进来跑出去 后面啊 我们后面 又是那个农民住的地方 所以控制不了 他跑到我这个地方 看见我哇 他吓一跳 人都全变样子了 那进来一年啊 完全瘦掉了 头发都没梳 早上天亮四点半 爬起来都来不及了 就停下来 半个钟头就出工了 所以在那一直工作 他看见我 哎呦 你怎么样啊 你缺少什么 我说我缺少圣经 他就从他的袋子里头 拿一本新月全书给我 还有给我一些米票 哎呀我非常感恩啊 感谢神的恩典 而我呢 他就走了 就是我旁边 那个人今天刚好生病 所以神也很好的安排 那我有一本新月圣经 我就有一次 我弟弟过了那个永安的时候 来看我 我跟他讲说 叫妈妈不要再包裹 里头再记圣经了 那我已经有一个新月全书 就够了 好了 我弟弟就回去跟我妈妈讲 不要记 奇怪了 你看奇怪不奇怪 神给他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开我的包裹 因为里面有圣经 神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啊 神是知道的 连你现在做什么 神都知道 你怎么说神都知道 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手里 所以我们尽可安心啊 无论如何的艰难 神都同在 神都在一起 所以我这个本书里头叫做《夜间的歌》 那么困难 神都同在 所以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我第一次回到家里头来的时候 拿这样小本的圣经进去 干部没有查 第二次请假回来 没带进去查 而或每一次出来的人进去都查 就是我那一次带了三四本圣经进去 没查 尤华同管万有 他就全并同管万有 他要给我 谁感谢神的恩典 我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小圣经 有时候分给这个分给那个 那我同房间在厨房里头工作 他们怕我们会偷吃厨房东西 不大信任我们 那个跟我同住的是一个前周四的那个副市长太太 他因为那个斗争的时候有一点案件不大清楚 所以他就 来老改退 他看见我整天快快热热的 他很奇怪 他跟他丈夫好好的 你知道吗 突然间因为案件的事情 他丈夫说明天我们立分 好明天晚上一起睡 明天就去 秦俄就登记了 就立分了 立分他就离开那个家 四个孩子 他明明晓得 他想起那个孩子 哇 眼泪好像 自来水头这样灌出来 一直哭一直哭 好可怜 我就觉得他非常可怜 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安宁啊 你的家很有钱嘛 可是你为什么会笑你不苦嘛 我为什么不苦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有什么好苦的 我觉得我既然为主我就在这里嘛 他们叫我管厨房 派他来监督我 两个人在一起在传杀 他一直告诉我 你要把你的事情告诉我 你要把你怎么这么平安告诉我 我怎么苦的这个样子 那我以后告诉他要信耶稣 他要信 他要信 他很可怜啊 他一哭起来 会失贴 就躺在船上 他在地上滚了 好像死掉一样 就很可怕 以后他一醒 那我就借他看圣经 他没事的时候 就拿小本圣经 有一天他发高烧 在房间里头 好了 你这个154那个 你的父事就跑来 打针 他弄好好 过那个房间 打针 他不晓得他要打针 他就快点把圣经 放在那个 被窝里吧 他就掀开 哎 圣经 他急得不急 又收起来 他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也是信主的 和我们三个人 一起看圣经 一起交通 实在是神很大灵灭 谁在那里面 虽然在人看的好苦 可是这个父事啊 一天到晚出去 带病人出去 他就去找弟兄姐妹 那个弟兄姐妹 还找我们 你没有信主是有 就从外面 会打东西进来 拿东西给我们吃 因为给我们圣经 看甘夫人传啊 什么什么都会寄进来 你说不是很欢喜 那我那个时候 是在厨房工作 我会分配好好的 分配 早上那个煮菜的人去睡觉 我下午啊 做过饭以后 我就下午 整个下午睡觉 可是我不能睡在我房间里头 我就睡在这个 医务室这个小兵的房间 他去出宫 外面给我 锁起来 那我们那个门啊 简单的不得了 里面也可以锁 也可以开外面 外面可以很松的那个门 好了 我每一天下午啊 都在那里的时候睡觉 睡觉到四点五点 他会叫我起来分饭 再一起分饭 所以每一天下午 我都可以看圣经 我把那个时间分配得非常好 那我们做厨房的人 也可以睡觉 谁敢谢神 谁在农场啊 虽然是这样呢 但是还可以看圣经 不过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 你知道吗 我们随时吹哨子 随时检查你 随时吹哨子 随时检查 那管他什么时候吹哨子 检查 那正好我圣经放在哪里 这个小本圣经 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听 隔壁在检查 我们就把圣经拿到山里头去 给他挖一个洞 圣经塞进去塑料汁 把图塞一点 把几个草给他塞一下 好像一个草地 圣经塞在那个地方 甚至要放在炉灰里头 放在什么地方都放 都没有给人家擦到 有一次要擦 头一次要擦 我啪都不得了 其实我圣经 那个星页 一张一张的约翰福音 我放在袋子里了 放在袋子里 我把箱子拿去给他擦 然后他擦 其实我带着圣经 我再来坐在我那个圣来的地方 这个啪会流汗的 你知道奇怪 会手心流汗 本来是脸流汗 手都会流汗 手心会流汗 怕的这个样子 因为都是给他查起来 我要判刑的 从判刑 虽然感谢神都没有查到 也是神到手 那我就看这个圣经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要查 收拾一吹 要查了 干部都排好了 完了一圈 那我想起来 怎么办 我圣经啊 把他拿 插在我这裤袋里的衣服 放下来 插在这裤袋里 我就拿一个热水瓶 我就一直跑跑到干部旁边 我说干部啊 我今天啊 这个热水瓶没有冲啊 我一天都没有开水喝 好 快去快来 我就快去快来 把热水瓶放在那边 把这个书 放在那个草堆里头 一塞 我知道的地方 我就走下来 那我就过关 那一天查得很厉害 床铺床板通通通开了 哇 那个是查得最厉害的 查得最厉害 当然我的圣经过关 没有查到 没有查到 我又给他塞在这 等下 通通都完了 把东西都搬进去 我就再去把那个圣经拿下来 他经过干部旁边 他还不知道我是 又有圣经放在我带子里面 就是神报所 都是很多很奇怪的事 有一次啊 一个干部告诉你 快点走快点走 我们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不跟人家讲人家 两个钟头你们就走了 啊 我们还以为是真的要走啊 把所有的东西都放 我圣经就放在你哪里啊 我圣经放在那个 我的枕头啊 我的枕头里面 枕头啊 我是因为我的棉被太坏了 棉絮啊 你知道棉絮吗 只是一层那个沙 对不对 一层沙 还有一点棉细在那里 我就跌跌跌跌在我那个棉 枕头里下 我变成两层嘛 一边是我的棉 一边是棉絮 那我再给他测开 谁在那里面 要看的时候啊 拿个枕给他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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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测的时候 给他测一下 拉一下 看完就 放进去就缝 测开就拿出来看 每个人找到我的圣经 因为这个小兵啊 圣经给人家收取 他太大方了 到处看到处告诉人家看 开大会一斗了 圣经拿出来 他就出来 可是我圣经不拿出来 我下次都不给他了 那一天要走 拍拍拍拍拍的 一个晒骨盆 一袋一袋一袋 一个人一个人 好 检查 不是走 这下好紧张 就在那 人身都去检查 连头发这个夹子 什么身啊 鞋子 裤子 通通脱 检查 检查得清清楚楚的 没有半点东西 好 来坐着 坐在树底下 那钢部站 找到我的东西 全部都拿起来钢啊 还有我个枕头 拿下来这样 哇 我石头掉下去 中间按一下 就到了 你看神会不是保守我 我感谢神 那我这个圣经啊 实在是读得太厉害了 才会欢喜 平安快乐 我跟人家斗争 我去一天到晚 跟人家斗争 斗争他很厉害啊 说我啊 相信神啊 是什么 我斗争啊 他要跟我辩论 我跟他辩论 又变赢 他又没有我办法 结果就给我斗 斗我就给他 练那个死毒形状 我信全能的神 永在的富翔 斗争那天斗得非常厉害 那斗不够关 我不承认输啊 就关紧闭 你懂啊 在你再去思考思考 那关紧闭 关紧闭啊 一吃二两饭 肚子饿得不得了 八号杯啊 这样半杯 吃一天 你就蹲在那里 底下是土 你一个人蹲在那里 没有文章 什么都就做了 每一个人 关在那里面就 哎呦 常常啊 我写检查 我写检查 我跟你讲啊 我常常跟他们讲 他们要我去演戏 我说紧闭式开起来 我去里面 我吃气里面 我要把从想到大 所有的歌都唱一遍 所以第二天 我就给人家关紧闭 我要知道我给我关紧闭 我带一个梳子 还要带槽子 还有带好多件的内衣 因为小兵也给人家关进去 小兵早给人家关一个礼拜 你都都是塞子你知道吗 还有我几个白的 这个手巾 有时候盖一下 不要给蚊子钉的一脸 那一天啊 斗争 哇 大家骂的啊 口号喊的啊 一塌糊涂 厂长的爱人 从起头看到完 看到我们斗争完了 那他还在看 为什么你知道呢 他以前家里是信这个的 他说我一个手手非常好 要跟你拿去斗争 他跟的就是你信的这个教 这样子的 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拿一个大牙杯啊 一杯水给我喝 这个给你喝啊 这是为例的不能拿这个杯啊 不曉得随机报告 我的门马上锁起来 哎呀神也开恩 那个厂长啊对我是很好的 为什么对好 我给他办一个厂起来 一个疼的 厂起来 他对我非常好 我给他演鸡 演着两代人啊到处演 那以后就给我斗争 那我关在里面啊 他说叫一个木工 来给我们做一个板 给我们睡一个铜铺 那我跟小斌在哪里 我进去啊 把我的内衣快点脱起来 给小斌 把他那个都是狮子的衣服 给他捡起来 捡起来 不要给狮子摇 一个新的啊 就没有狮子 那小斌那个板啊 只有一个板这么宽 给我睡 他就坐在旁边 他说我睡的太多天了 这个板给我睡 一觉到天亮没有醒的 我们在那个地方 能有一个钟头休息啊 就高兴的不得了啊 何况整天可以睡觉 这一下实在是紧闭室 是非常好你知道吗 在一个安心平静的人 紧闭室非常好 安心在那里啊 那个木工在那做木工 我跟小斌讲话紧笑啊 笑着嘻嘻嘻嘻嘻 他是你 小的你在做什么 给人关紧闭还笑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两个讲话讲的 一直笑 就不懂啊 但是神也没 我就在里面啊 以后呢 我们就搬到对面那个地方 我跟小斌两个人住在那边 那个干部开门 去哭啪啪 很大声 我说神啊 不要叫他们那么大声 他像个本西抢 像文化本西抢 蹦蹦蹦的那个 明天这个干部来 清清开 清清关 哎呀神听到口听得很厉害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晓得吗 他出事了 他不晓得有一件事情案件 他就没有意思大开门小开门 所以我们今天干见神在眷顾 你祷告神随听 所以让我们知道 神有提醒我们 神还在那里头跟我们同在 好我们在这里的吃饭本来是二两嘛 他就请一个人来送饭 转转一个人 那个人讲话很凶 嘿快点拿出去 去 我们一看 哇好多饭 一掀开那个菜掀开里头有鱼 明天又有肉 顿顿都是好东西 你看在景布寺里头 本来是吃二两啊 叫天叫地 不小心谁叫那个好饭 给我们吃那么好 他又告诉你啊 平常要对人家非常好 虽然在那个老干队 你还可以对人家好 你知道吗 神有恩典 神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要爱人 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规矩去做 我们就得到很大的报酬 那个拿饭的讲话好像很凶 其实都给我送东西 嘿快点水哪去 那我以为水怎么样 一喝水是糖水 不要水泡糖在里头 我们在那儿简直吃得非常好 我跟小斌两个人在那儿 哎哟 有人陪 我又教他唱歌练经节 讲故事还早抄晚抄 怕出来的时候不会动 只要关久了不得了 我们不晓得要关多久也不知道 有一天 你快点哪去啊 我就快点去 嗨 这一本新的圣经给我送进来 你看奇怪不奇怪 我们两个在里面看圣经 这是绝对意外的事 你知道吗 本来人家是叫天叫地的 我一去都不叫 那个厂长跑到我旁边 我里面看在外面 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我们的衣服 你脏的衣服拿出来 好的衣服给我们生结 每一次换衣服都给他们拿去洗 你说在那还不会唱歌啊 当然唱歌 哇 感谢神 有一个人很好 拿十个饼给我吃 这么大的饼 光饼 十一个 一个一个谁进来 他们大人不敢来 叫小孩来 小孩子小偷 一直坐那边跟我谈 你怎么样 有什么需要啊 一个一个的谈我谁进来 在紧闭室里的 我都讲出给他们听 他们简直不晓要怎么办 这是最苦的地方 有一天一个干部叫我出去 关了这几天怎么样了 那不是农民种田 你怎么有的吃 我那不是给你不吃 你怎么有东西吃 骂得一塌无度 写个阳心扉 怎么样 我说 干部 你不要跟三岁讲话 他莫名其妙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讲这一句话 我也不知道 你要跟三岁讲话 你不给我吃 就不能吃了 不是你主管 你也没有办法 不给我吃饭 我说你不要跟三岁讲话 他气得不得了 这本书哪去看 什么机械唯吾论 我也不懂 拿起来在外面坐坐 就拿去翻他 有看他那个白子里头 写三个阳心扉 半个字都没有填下去 那奇怪 我们住了一个礼拜 他们去抓一大堆夜夜的 就越过监狱的都 给他关起来 四五个住在我们那个房间 把我们两个人撵出来 没有似乎 哇 我在里头地毯 什么连毯子 什么包鱼包鸡 都不得了 就出来四五个 剃光头 夜夜监狱的 住里面 那我们两个人 无事就跑出来了 没事了 放出来 本来我们要住四五天 才住一个礼拜 我跟你说 两三天 这四五个 挖墙 我们地是土的 地土 就像这个地土 这样从这地 挖到个壁过去 挖到连这个底下挖过去 从那边 一个晚上跑光光 才关三天 他们受不了 关三天受不了 跑光光 跑到一个都没有 四五个 一个晚上跑光光 神也灭我 所以感谢神 这个圣经里头有很多 那我在那里头 有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厂长的爱人 我放出来厂长 一直跟我 要跟我讲 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你家很有钱 你信这个神 就是我以前信的 我十八岁就出来 以后就忘光光的 我嫂嫂是个好人 给你家脱去斗争 你也是个好人 那你怎么信的 我整天跟我丈夫吵架 两个人一把刀一把剑 吵闹不听 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了 要告诉我怎么信主 怎么信主 哎呀你们过得很好 你在这里这么苦 你这么平安 这么喜乐 快点告诉我 快点告诉我 一直跟一直跟啊 我去那个加班 他就跟了一个晚上 站在门口 站了十二个钟头 就是到十二点 晚上十二点 我回那个女的住宿的地方 他才一路跟我讲 你多跟我讲一点 多跟我 好了 我心里讲了 一个月了 不跟他讲了 不好意思 良心也过不去 我就跟他讲了 你懂吗 那我跟他讲了 他就真的信了 有一天我到家 就来一下子丢十六个鸡蛋 在地 煮啊煮啊 我说你要煮咸 咸蛋吧 他说不是 我这个煮给你吃 表示我真正相信主 我说你这个事情 不要给你厂长知道 吃到吧 我就完了 他说他判刑 我陪你 你六年我就六年 你七年我就跟你七年 我愿意去建议里头 你看这个人 以后我没办法 他跟我讲 听说你的小叔 这个小叔给人家传出去 大概是上次的事情 小叔 那你借我看 省得我这样天天来找你 我想着夜市 小叔借给他看 那个厂长没有在 他就去看 看完就放在箱子里 有一天 厂长去箱子要拿钱 发现圣经 哇 两个人吵架 他就夸着圣经拿给我 我就睡在那个藤里的 我就在做我的工 他这样就爬到我那 圣经是不是你拿给他 就是你 不然没有别个人 他就肯定是我 我就不理他 我也不讲 也不讲事 也不讲不是 以后他的厂长 我气得不得了 因为我不听他的话 把那个刀子 菜刀比菜刀还要粗 这样刀 那这样放在我的脖子上 走 那我一边要走哪去 我就站起来走 刀放在脖子上 不走 要给他杀掉 我就一直走 他刀一直放在脖子上 好了我就从那边走过去 我想我去找他 妻子还是怎么回事 到处去找 哇 后面一百个妇女 这下蹭得空了 五分钟不做工都可好 哎呦 厂长要杀杨兴飞 哇 大家站起来看 我前面走 厂长那个刀放在后面 后面跟了一百多个人 就要捞 我到处捞 他也到处捞 捞着那对面那个干部 知道了科长啊什么 通通下来了 哇 好生气 是什么回事 那就把他的妻子抓来 在房子里头 我就问他 那个妻子 我会讲一下 好 是我 是我信 不是他 是我去要他 他都讲他自己 要长长 圣经是不是他给你的 他以后答应是了 哇 墙上的墙 子弹散弹 咯咯咯咯咯咯 我头一次听见子弹散弹 哇 要杀我 哎呦 大家跑出来了 结果了 没办法了 就结束了 好 那从此以后了 我这个圣经就过关了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祷告 神你是怜悯的神 你是施恩的神 你是乐意帮助我们的 我的神我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你是我的主 你让我永远得到满足 我要歌颂赞美你 将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